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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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問問多偷的時間 之前有跟大家提及過 如果家裏有小朋友 在裝修設計上有什麼問題 例如一些安全性問題 家裏的窗戶設計 能否引入陽光之類的問題 今天我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家裏有小朋友 在房間上的家具設計 或者他的擺設 究竟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首先 坊間現在有很多 家裏小朋友 用的書桌 或者床等等 用品 其實都可以調節不同的高度 其實大家如果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選用這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高得快 所以如果可以調節到高度的書桌 其實是方便他成長 不需要每次高了幾寸之後 又要再買一張新的 配合高度 床也是一樣的 如果他長多幾寸的話 床的長度都可以調節的話 就非常之好 其實還有大家會忽略的東西 其實不妨大家觀眾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 很多家裏都希望 可能長身的顏色 要用色一致 但是如果家裏有小朋友 我拖拖屋 就建議大家 在小朋友房的長身設計 顏色上面 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有研究發現 顏色對於小朋友的成長 都是非常之重要 尤其是對於四至五歲開始的小朋友 對於顏色的認知 開始建構到 那通常一些比較舒服一點 和諧一點 或者開心一點的顏色 其實是可以令到小朋友成長得好一點的 如果你全家屋 其實如果都是一些很沉悶的顏色的色調的話 其實對於小朋友 很容易會產生一個負面的情緒 那好了 不妨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顏色的設計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 小朋友成長的元素 今天問問多多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多多 宜蘭逐個足 拜拜